一般來說修車行的技是通常都是男性 但在嘉義系的六角箱 竟然有一名74歲的補胎阿嬤 有一名岩系網友 她發現自己車子的輪胎有問題 正巧經過這個阿嬤家開的修車行 沒想到阿嬤竟然動手幫她來拆輪胎 還扛起了快20公斤重的輪胎 放上了工作台內補輪胎 讓網友讚嘆真的太猛了 輕輕鬆鬆就能把輪胎拿起來 她就是網友大為吃驚的補胎阿嬤 日前有一名岩系網友 行進加一件六角箱蒜頭春時 發現輪胎有點問題 究竟開到車行檢查 沒想到迎接她的竟然是一位白髮蒼蒼的阿嬤 阿嬤二話不說 直接動手把輪胎拆下來 一個人把快20公斤的輪胎搬到工作台上 拿起工具撐開輪胎 從裡面把破洞補好 讓車主稱讚超厲害 網友看到也紛紛留言 大戰高手在民間 哇塞 健康的阿嬤超厲害 還要大家不要因為這樣 就糾團去找阿嬤 不然阿嬤會被累死 她就是我以後補給她補 我只說自己 她不好吃 她說給我聽到那邊補 她不知道說我聽到那邊補 那邊補給我聽到 所以她幾個小時都不會聽到那邊補 她用的啊 這麼大就沒了 這麼多? 對啊 你連電都給我用的就對了 其實補泰阿嬤家經營車行 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 以前跟著先生做 所以大部分的修車工作 她都會 現在交棒給兒子 但當天兒子外出 只剩她一個人在 才會動手幫忙 這樣說給我 你怎麼不討厭 對 對啊 我不能在餵這個人在餵 我沒有吃三杯 都不吃 吃起來 有三餵 我三餵這樣 阿嬤现年七十四岁 身材非常瘦小 目测只有四十几公斤 但身子却很直 没有驼背 也或许正是因为 长期的训练 让阿嬤的体能状况 比别人还好 民事新闻 郑仁文家一线报道